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Peter 我本身姓钱 我和太太在1984年 在香港移民到澳洲 现在在澳洲的Melbourne 已经住了三至七年 我移民来澳洲的时间 做护士 后期也转了做保险 在香港的时间 我都已经听过 花莉玛和路德 在那地方的显现 至于麦主歌耶 我一直都没有留意 亦都没有听过 亦是1994年的时间 香港有几位教友 过来探讨我们的时间 我和我们介绍 关于麦主歌耶 我才知道 原来姓慕已是麦主歌耶 显现了十多年的时间 我才是第一次听到 当时我都很想爆话去的 但是一算一算数 要知道 亦都知道香港的教区 教育总会 亦有安排那些朝圣团 但是计算数的时间 我和我太太 和当时我妈妈 亦都在澳洲探计我们 我们如果三个人 要由澳洲回到香港 从香港跟团去的时间 实际上 那个钱是几多的 在关于钱方面 我心大心小 去还是不去呢 直到当我一决定了 去啦 可以说很奇怪的 当你对天主慷慨 天主不会比你的慷慨大 我当时也是有做保险的 可以这样说 在那个月内 我收到回来的保险的佣金 亦都可以说 已经是够支付我 所有的来回的钱 这个亦都可以 从来没做过 有这么大的收入 所以我亦都给我们 一个鼓励 说 当你为天主去做事的时候 天主会照顾其他的一切 1995年 第一次跟香港的 教育总会的 去朝圣 其中亦都是有几天 在麦主歌耶 我在那里的时间 就是 见到很多的事情 亦都听到很多人的 关于的灵迹 但在我个人方面来说 我就是 只是 没有特别的一个感受 就是看到别人的开心 见到别人的感觉 但是当时的时间 我就有心里边 就是有一个 可以说 有一个盼望在我心里边 我回到澳洲的时候 我要带一对去的 结果 回到澳洲之后 第二年 1996年 我再带了一对去 但是不是很多人 只有13个人去一次 那一次的得着 可以说 在我来说 是最大的一次 那之后 我就再去多四次 那前头 我都去到麦主歌耶 是六次的了 那时候 很多人就会说 那你为什么去这么多次呢 一次就够了 那 譬如说 你留钱去其他地方旅行 等等 那会不会更好呢 那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说 如果我的钱用了 其他旅行的时间 但是呢 到今天 如来说 又怎样呢 所有的旅行 都是过眼云烟 没什么流得回来的了 但是我能够继续去到麦主歌耶 那麽多次呢 可以说 是聖母的 给我的帮助呢 可以说是非常之大 今天到流回来 到今天呢 我的信仰那方面呢 都是能够是继续成长 和是坚持下去的 但是 如果这些钱花了其他地方旅行的时间呢 我不相信还有什麽是留下来的了 那 在这麽多次的朝圣里面呢 我只是 听到 见到 其他人 他的那个 的灵迹 他们的感受 那每一次人说 在我心里面 我就会绝对相信 不是说我要见到 我才叫做信 那别人见到的 在我来说 都等于好像 告诉我听 聖母是在的 聖母是在帮着我们的 所以呢 是会每一次听到 我都很乐意去听到 和乐意去听 因为 为什麽呢 因为这个也是 每一次都能够是 强化告诉我 听 聖母在帮着我们的 那就是 我刚才都说过 是我最大的得着 是第二次 我带到他的时间 但我自己所得着 是完全是个人的 那方面 可以说是 令到我这一生人 不会忘记 天主的临在 我也都不会否定 圣母是否在墨主歌爷那里 我便可以说 肯定 圣母是临在的 那就 对于 很多人对于 我会去怀疑 麦主歌爷那一道 圣母有没有在那里 在我来说 我绝对不会去怀疑 因为有些人会说 圣母每个月给的信息 来来去去 都是说这些东西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 但其实当你回望 每一个做母亲的 如果你想一下 我们的母亲 时时跟我们说的 都是同复一句的话 可能譬如 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们努力 可能我们冬的时间 你要穿衣服 他就不停地说 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没有做到 如果我们已经做了的时间 如果圣母在路德花利玛 所对人的要求 人做了的时间 圣母不需要在墨主歌爷那里 是再出现了 就是因为人是没有听到 所以圣母是要 这个慈爱的母亲 不断地出来 圣母跟我们说的 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 就要我们做很简单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求 圣母给我们大的信息 给我们大的要求的时间 我们又会怎样 又会不做 不敢去做 或者没有信心去做 圣母只是给我们 小小小小的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 跟着这些小小去做的话 我们一定做得到 一定会有成长的 但在我心目中 在我的盼望里面 如果圣母的容许的话 我希望在这个冠状疫情过来之后 我能够在墨尔本 再带一对 讲国语的教友 去墨主公爺那里 让圣母能够 祝福他们 让他们更加和圣母 更加接近 现在我就是给 加拿大多伦多的 我妈妈和我姐姐 和大家说一下他们的感受 我叫Lucy 我的子女带我去过很多地方朝圣 我去过墨主公爺 都去过五次 我这个圣母像 就是我儿子 请回来送给我的 我每天都向圣母 念玫瑰经 祈祷 这个念珠 就是我儿子和媳妇 在两年前 他去墨主公爺朝圣 送给我的 这次念珠 2005年 那些子女带我去墨主公爺 庆祝我81岁大生日 他们跟我一起上圣母山 感谢圣母 给我有这样的健康 希望可以来到墨主公爺朝圣 谢谢 2014年 我90岁 我的子女和契女 带我去墨主公爺和罗马朝圣 多谢圣母妈妈的祝福 给我和我家人 得到圣母的照顾和祝福 这次是我最后的一次朝圣 我今年12月 我就到97岁 我近来的身体又不是好 做过神经痛 走路不方便 我求孙母妈妈给我 到时平安地回去见天主 带着我来天主 带着我来天堂上 宁愿向见天主圣友 恩父及子及圣神 知名阿玛 大家好 我是Edmus Chin 讀書的時候,我們一家人每晚都會一齊重練玫瑰經, 在聖母像前做這個家庭祈禱, 我們是在聖母的眷顧和祝福之下成長的。 我特別要多謝聖母媽媽在1995年開始, 先後很多次邀請我們的母親和六兄弟姊妹去默柱哥爺朝聖, 我是在2004年第一次,一生人第一次去朝聖,就是去默柱哥爺。 來到這個充滿靈氣的地方, 見到成千上萬的人是很虔誠,很開心,很平安。 我自己感覺到就好像去了一個人間的天堂。 那到第十天,要離開的時候, 旅遊車經過聖雅國百姓堂的時候, 我依依不捨的心情,使得我忍不住眼淚。 那我心裡就跟聖母媽媽說, 我一定會謹記你的教導, 用你給我的五粒石仔努力去踐黑。 我說聖母媽媽,如果我做得好,有功課教, 我希望你再邀請我回來,見你。 結果,我得到聖母媽媽八次邀請。 我有兩次是家庭團聚的朝聖, 兩次就是幫助加拿大麥柱哥爺中心, 是帶朝聖團做團長的。 每一次來到聖母的學校, 是有不同的學習,不同的體驗, 但是一定是滿載而歸的。 白白得來,也要白白分屍。 有好的事情,我很樂意向人介紹, 與人分享。 所以朝聖回來,我就把握機會 和人講關於麥柱哥爺的一切。 我希望多些人去認識, 也鼓勵他們去麥柱哥爺那裏親身體驗一下。 這幾年要照顧媽媽,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朝聖, 但是我把麥柱哥爺帶到我的生活裏面。 我在這十七年裏面, 很感謝聖母媽媽幫助我, 能夠恆心去照著聖母的教導生活。 我知道人是很軟弱的, 所以我要自己想一些方法, 來幫助自己保持聖母在麥柱哥爺, 給我的恩寵和那份熱受。 我每天除了看聖經之外, 都會看聖母的訊息, 隨意翻開看一段, 就作為那一天聖母給我的教導, 和勉勵的懷疑。 我亦都積極地參加麥柱哥爺祈禱會, 和恆常地朝拜聖體, 和主耶穌保持一份緊密的聯繫。 我知道只有這樣, 我才可以讓我的靈魂去帶領我的肉身, 而不是由肉身去牽制我的靈魂去生活。 在去年慈悲主日開設的麥柱哥爺中文官方網站, 透過這個媒體, 現在我是可以很方便地直接得到, 由麥柱哥爺提供的精神食糧。 我收睇的時候, 有一種親臨參與的感覺。 聖母是以不同的形式繼續祝福我。 為我們家庭得到的一切恩友, 我再一次感謝耶穌, 感謝聖母媽媽。 多謝。